就是现在就是出去拍照的话 只要是看到山上有东西 我就感觉好像应该是长城 没有长城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不会去拍的 我第一次拍长城应该是在一二年 从北京的长城一直到河北 到山西到内蒙到新疆 甚至到最东边的这个辽宁去拍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跟我老师去拍长城 因为他只拍长城 拍完回来之后做整理的时候 要写一些博客 写一些文章的时候 要查一些信息 慢慢慢慢就对这些长城的历史 就有了一定的一些积累 中国的长城是总量差不多现在就是是两万一千多公里 然后明长城的总量大概是在八千八百五十一点八公里八千米 明朝的时候是国家是比较富裕的有钱 然后秀的这个长城是相对来说规格是比较高的 现在咱们在这个长城就是明长城属于在华北地区来说就是比较精华的一段 建扣它海拔比较高也比较显 从商下如果上来的话 清装上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 每个季节它景色都比较好看 而且就是本身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形体上来说 它这个还是比较显峻的 它是还是一种原始的状态 没有说是很大的人为的这种干预它去修复 摄影的人都喜欢来这 我们拍长城基本上都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去等待 没有拍到心中就是想要的那张照片 可能要完房去拍好几趟 15年的时候就是下了第一场雪 然后晚上我就开车过来 然后爬了三个小时才爬到这个地方 然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天一直没有开 在上面住了三天 然后第三天早上的时候 这个天气才晴 然后才拍了一张比较满意的一张雪后的照片 我看到我们在厦定其实是一张要在一张飞行的后来 真的是一张大的 于是因为好夜这一张 可爱就是一张 下午夜市场 你只要宣传点 我听说他有一张 我听说他就知道 其实它并不叫野长城 它应该是叫残长城 这长城现在其实是一个老人 它其实现在病得很严重 四百多年了 风吹雨晒 然后还有现在家 现在人的金城的攀爬 人为那些破坏 对长城的损坏是很大的 你看现在咱们走的这个地方 其实原来的时候 这地方都有砖的 就后面因为就是人为的一些损坏 把这个砖都全都拆掉了 这个地方就是 还是等于说是 还是原始的状态 就是没有维修过的 但是也是只剩下单边墙了 就原来这个墙是有两层的 人为这种破坏 要大于这个自然的破坏 大家就是尽量就是 少攀爬这个残长城 多保护 现在就是拍一些 成城的照片 可能就是今天你拍了 明天有可能 这个地方可能就被损坏了 就没了 然后就是 现在就是我们拍这些照片 作为这个历史的这种档案 留存给咱们的这个后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